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呢 这个中台凯米 中央青相署在昨天晚上的11点半 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最快今天中午 就会来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那首波的警戒范围呢 是以花冬为主 好这个凯米呢 过去三个小时哦 它的强度已经略微的增强 而暴风圈呢 也稍微的扩大了 好我们看到目前它的位置呢 是在俄罗比 这个 东南方大约是55公里的地方 那么正以每小时 19转23公里的速度 向西北 向北北西的方向在进行 好近中心的最大风速呢 每秒35公尺相当于12级风 瞬间最大阵风 每秒45公尺相当于 有14级风 而西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呢 有来到150公里 十级风平均暴风半径 有50公里 好已经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了 所以整个警戒范围包括台湾东北部的海面 还有东南部海面 包括蓝宇绿岛以及巴士海峡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作业的船只 务必要严加戒备 好我们再进一步看到的是台风路径的部分 静明两天呢这个凯米台风呢就会沿着台湾东方的海面北上 然后呢慢慢的呢再转向西北 其实它的路径又略为略为的往南修 那么依照目前的一个路径来预测 在明天周三清晨就会接触到台湾陆地 而台风中心呢在礼拜四的凌晨就可能会从宜兰或是东北角这一带来登陆 那暴风圈到时候就会笼罩全台一整天 最快要在周四的深夜才会脱离 特别提醒大家凯米台风在最接近台湾的时候呢 它的强度正直巅峰哦 属于到了中台的上限接近到强台 所以不论呢它的路径偏南到了登陆 或者是真的成了西北台这样擦过去 对于台湾来说影响都蛮大的 会出现致灾性的强风豪雨 另外关注的是在旁边的这个青台巴比伦 即将从中越边界来登陆 那么对于台湾来说并没有直接影响 还好跟凯米台风也没有发生藤原效应 好我们进一步带大家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到 好现在呢看到凯米台风 它的外围呢已经慢慢的逼近我们当中 那么从今天的上半天开始你就慢慢感受到 尤其是北部跟伊花地持有感觉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风雨 那在下半天晚间来说呢风雨越来越明显 所以提醒大家在下班的时段要多加的留意 好中南部的天气状况如何 在上午呢是多云到晴的 而中午过后是有午后雷震雨 尤其南部必须留意午后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 那么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感觉是蛮闷热的 北部东南部跟金门都要留意可能出现36度的高温 另外呢在这个强风的部分呢 桃园到苗栗沿海空旷地区 以及在澎湖蓝雨绿岛都有8到9级强阵风 而中午过后呢在中部以北的沿海 还有呢东南部沿海就会慢慢有一种起风的感觉 浪也逐渐的增强 那么从今天晚上开始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恒春半岛都可能出现3米甚至3米5以上的浪高 越晚风浪是越明显所以提醒大家 台风影响我们期间呢 非必要的话不要到海边活动 好那我们来看到的是气象署呢 也针对了8个县市来发布了高温的警示 今天中午前后呢包括新北 桃园 新竹县 苗栗县 彰化县 跟台东县都是亮起橙色灯号 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 另外呢新竹市跟金门县同样是发布了黄色灯号 也是高温炎热的 所以提醒大家外出还是要记得防晒补充水分 那么至于整体的一个降雨趋势会是如何呢 好先从今天开始说起 今天上半天白天这段期间来说呢 台风算是营销我们还不算明显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来做一下防台准备 那么越晚迎风面地区哦 风雨感受会越来越明显哦 西半部还有呢东北部来说 以及各地的山区都会出现大雨或是好雨 那么在礼拜三礼拜四呢 是凯米台风影响我们最剧烈的时候 好这个降雨情况看到呢 全台哦都是紫爆的 尤其呢是整个西半部地区 还有宜兰北花莲 甚至呢是马祖都要特别的留意 那西半部的山区 特别留意的是有大好雨发生 容易呢出现致灾性的情况 好一直到礼拜五呢台风远离了 那么中南部来说还是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震雨 或是雷雨出现 几件事情小丁您我们提醒一下大家 凯米台风已经慢慢地逼近我们当中 那越晚来说风雨越明显 尤其呢在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三米 甚至三米五以上的浪高 所以非必要的话避免到海边去活动 另外告诉大家现在适逢天文大潮 所以呢在台南到屏东 还有基东北海岸宜兰沿海地区 有可能因为涨潮的关系发生海水倒灌 甚至有局部淹水的情形 所以请大家要密切的注意 并且提前做好防台准备 以上是这个小时的台风动态 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 好另外关注到的是呢 国军年度的重点 汉光40号时兵演训 今天进到了第二天的操演 不过受到了中台凯米的影响 位在花莲基地的飞行科目 因为天气的关系停止实施 最近状况我们连线给记者吕介云 好主播观众为您带来汉光40号演习的最新情形 今天来到了第二天 前一天首日则是将这个西部战机 以及运输机来运往东部的基地 来进行战力保存 我们现在位在这个花莲基地 原本呢预定要进行三型战机的这个起降 以及热加油作业 不过因为这个天后因素呢 这个目前空中部队的演练呢 是进行取消 只有进行地面这个所谓的战备跑道的开设 而国防部则是强调呢 这个天后因素不能只考虑 我们所谓的主场战术位置的战场呢 恐怕也要一并纳入来考虑 一起来听稍到访问 好我想这次台风的来袭 基本上在演习期间在演习之前 我们在计划里面把这个部分 有可能会产生的影响 都已经纳入计划里面 那么整体的演习是依照我们统裁部的训令 以及我们天然灾害应变的一些 现行作业程序来去执行跟分配 这里面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我们演习任务 是天后状况来去做一些机动的调整 另外一个部分则是我们必须要在救灾的部分 把兵力做一个适切的调配 来完成相关的整备 那么目前东部地区受到台风的影响 是比较明显 所以有一些海空的科目 我们也会配合整个台风的状况 来去做一些调整 出港的军舰目前是有要返到港内去做防台准备吗 风中兵力的部分 我们在花莲所看到的可能只是本场的一个天气状况 但是它的战术位置 战机起飞以后的战术位置 未必就是在花莲这个公寓 所以它的情况会比较复杂 我们的统裁部也会依据它的任务执行区域 里面全程的一个天后状况 来去做适当的调整 对于这个汉光演习期间 中共的共击是否有特别严密 或者是特别加强的所谓的侵扰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到国防部是强调 都有严格的掌握 目前是没有看到特别的情况 而稍后总统赖金德 也会前来花莲基地 前来市岛并颁发加仗赛金 我们将随时为你掌握 以上主播 KS皇家呵护 芦荟宝石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